你直接把整个NCC拉起来 跟立法院对干 结果既然是你个人的决定 我再问一次 职问NCC为何拒绝提供资料 黄国昌越问越激动 不但咆哮的质询方式 也激怒了主委陈耀祥 提供资料什么不是行政识问 你拿整个NCC跟立法院对干 这个资料我们让委员通过啊 今天让大家看到 看到什么 我跟NCC 哪来的合议制啊 本来就合议制嘛 根本就是首长制 第二个 第二个 大家安静 安静下来 安静 没有 我跟你们讲 不要 不要 大家冷静下来 好不好 我刚刚已经特别说了 麻烦尊重一下主席 你把你把他拿出来 跟主席报告一下 因为我不晓得委员他问我 然后一下就自己讲 不知道到底是我一回答 这个有误解 没关系 那我们就等一下继续 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 黄国昌压迫是直询 连绿委都看不下去 形容根本像刑堂 好像是我们设了一个刑堂 今天要来这里 这个进行审问 民众党 党团邀请你 你会不会说不去 也会去啊 也会去嘛 对啊 今天早上民进党党团 要你来 就针对这个做说明 这个有什么不对 总召柯建民看得更细 轮到他上台 立刻开骂 立法院现在完全乱了套 黄国昌的夫人旗两个 加起来毁线乱战 无所不用其极 到底立法院在现在是怎么样 如老无偏 立法院可以监督行政院 资源行政院没有错 但是没有所谓的 你有上对下的关系 所以刚才 怎样想回答 黄国昌很正确啊 尽管民进党立委再三反对 但蓝白依旧以 陈耀祥规避国会监督为由 侠人数优势 强行通过临时提案 将他移送监察院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